不懂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当中或者在线上听的人 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一些部分就好像死海一样 所谓的死海是没有任何的 生产力的一个地方 当然我们知道死海能够做盐 它对于盐这个工业来讲 也是可以有一些收入 不过我们这里所看的就是一般的海 死海跟一般的海最大的分别就是 一般的海海产很丰富 但是在死海里面 你找不到海产 所以就是说死海是一个状况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可能有一些部分正在遇到死海的情况 你没有任何的生产力 比如可能有一些人的经济 你的钱包现在拿起来 你可能会想 是了我的钱包好像是死海一样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 神能够把死海变成地中海 这个死海可能是你的健康 医生说没有希望 就是死海没有希望 但放在神的手中 他能够把它变成地中海 这个死海可能是你跟你孩子们的关系 心理医生说 很难了 你的孩子这么大了 要他回转是很难的了 这个可能是你跟你孩子的关系 已经是一般人说不可能能够往回了 你们之间已经是破裂到很惨了 你的孩子是完全不听你的话了 不顺服了 常常去你了 这个可能是你跟你孩子的关系 好像死海一样 但今天上帝能够把它变成地中海 一个很丰盛海产的地方 一个有很好的关系的一个触景 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况 你的经济可能现在是一个死海 已经好几个月 你的收入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但是今天上帝能够把这个死海变成地中海 变成一个有很多的生产的地方 然后你可能很努力地读书 你发现到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明白 你觉得你的智慧 你的头脑好像死海一样 但上帝能够把它变成地中海 有时候我们不能经历上帝丰盛的作为 神举世的作为 有些地方我们不能经历 是因为我们不用以烂神来做工 我们继续抓住 抓住一些错误的看法 比如我不过好 所以上帝不帮助我 抓住一些错误的看法 比如我要做什么 神才会帮助我 抓住一些错误的看法 比如现在有一些很错误的教导 告诉你 你要守阶期 回去守律法 上帝才来帮助你 或者抓住一些很错误的看法 就是觉得说 神反正不管我 这些很错误的看法 当你继续抓住的时候 你就不能经历上帝的作为 甚至你就在抓住一些过去的经验 抓住一些你过去认为对的事情 当你继续抓住的时候 你就不能经历上帝的作为 或者你不用放手给神做工 当你不用放手给神做工的时候 神也不会强迫的 交给他 让他做工 交给他 让他做工 有一天上帝就问我一句话 孩子你对我有信心吗 我说 我相信你 然后接下来 神就问我一个问题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以为我很相信上帝 但我也没有那么相信上帝 那时候是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问我一个问题 孩子你相信我吗 我就回答说 我相信你 后来神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让我才发现到 有时候我们的相信 只是挂在嘴边 上帝就说 那你用不容易 把你和你的家庭 完全交在我的手中 不管我怎么带领你们 你都顺服到底 不讨价还价 不问为什么 无条件的顺服 那时候我已经是传道了 那时候我在带祷告会 我还记得 在司礼节带祷告会 那时候我站在台上 突然间上帝问我这个问题 我突然间杀掉去 是咯 每次我一直觉得 我对上帝很有信心 但上帝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敢回答 用意还是不用意 如果是你到底回答 用意还是不用意 我很挣扎 说句实话 你不要以为牧师 传道都是很顺服神的一群 我也很挣扎 你知道吗 然后上帝就问我说 难道你不相信 我的带领 比你的安排更好吗 难道你不相信 我爱你的家人 多过你爱他们吗 OK 我挣扎了好一段时间 但也不允许我挣扎太久 因为我在带祷告会 你知道吗 如果抬架了看 这个传道怎么搞的 都没有反应去 所以我挣扎了一段时间 好几分钟 最后我就用意顺服 好吧 我用意相信你 我用意 把我和我自己的一家 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那时候 我因为对神不够有信心 对神的认识也有欠缺 所以还有一些害怕和挣扎 但是今天如果神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我是完全不考虑的 为什么呢 我知道这位神是如此的爱我 我用意顺服了 我用意顺服的 在带祷告上 我用意顺服的 我用意顺服的 我听到我 我用意顺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